小雪 给你水晶鞋 扯回 小麦 给你带宰玩偶 扯回 熊麦 给你游戏机 扯回 大宝 你下宿门了 这个扯回机居然真好玩 下一个让谁玩呢 好渴啊 大宝 你有喝的吗 给 泡泉水 扯回 给你果汁 扯回 给你牛腿 扯回 大宝 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这是扯回机器人 扯回机器人 那是什么 好像是凯琳阿姨发明的 有了它不管拿出什么东西都能扯回 老师 大宝总是用扯回机器人捉弄我们 你一定要教训它 什么 大宝也太过分了 小许小辈熊妹 你们跟我来 我要红烧肉 给你 扯回 我的红烧肉 老师 我要吃糖醋排骨 给你 扯回 小许小辈 你们干什么 老师 再给我一份吧 红烧肉和糖醋排骨都没有了 那 给我一盘青菜吧 没问题 扯回 我的青菜 大宝 所有的食物都买完了 你明天再来吧 什么 我来什么都没吃呢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大宝 如果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吃羊丑和机器人 我们就把菜还给你 小的买 小吃小费小买 我讨厌你们 起人还不认错 走 我们去找老师 大家把时间交上来 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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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早就醒完了 这是我的语文试卷 扯回 什么 这是我的数学试卷 扯回 不要再扯回了 这是我的英语试卷 扯回 大宝 你的试卷呢 怎么还不拿出来 老师 我的试卷被撤回了 老师 你别相信他 大宝肯定是没写试卷 还被你批评才这么说的 才不是的 老师我真的写了 就是被撤回机器人撤回了 我们又没看见试卷 谁知道到底写没写 既然没有试卷 那就是灵肺 大宝 明天把你妈妈叫来 什么 不要 早知道 就不用撤回机器人合作剧了